中国台湾成员爱冠邻开直播 与世界各地的Wallnable 粉丝见面 只不过Wallnable 赖冠邻其中一番有关中文的言论 就引来很多台湾粉丝的不满 Wallnable 赖冠邻在这个直播中 大部分时间都有用中文和Wallnable沟通 其中赖冠邻除了齐集这次Wallnable演唱会的各种小事和压力外 也提到自己的中文变差 Wallnable 赖冠邻提到 自从去到韩国出演Produce 101第二季开始 因为能使用中文的机会变少 因而自己的中文退步了很多 Wallnable 赖冠邻说道 深为我的母语 中国 中文 但是我却退步了 而且很多单词我都忘记了 希望Wallnable能够原谅他中文退步的事实 没想到赖冠邻其后更静然说 腔调这些要去北京一趟 去专门学还是要怎么样 你们给我留言一下 腔调要把他抓回来 是要去北京吗 Wallnable 赖冠邻在直播上的无心言论 立即惹来部分台湾Wallnable的不满 并把赖冠邻的直播视频放到网上讨论 有台湾粉丝反映 Wallnable 赖冠邻让他们非常失望 你在哪出生 不理解在台湾土生土长的赖冠邻 为何要到大陆学习北京腔 甚至有激动的粉丝表示 因为赖冠邻的中文言论 要立即烧掉Wallnable的专辑和海报 其实Wallnable 赖冠邻已经不是第一次 因为相似言论而被骂 还记得他刚出道时 曾在节目上提及中国台湾的字眼 而让台湾部分Wallnable非常不满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